中國著名影視明星劉曉慶 和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的風華絕代演出團 亮相洛杉磯 那是洛杉磯、三藩市、休斯頓和紐約的巡演序幕 風華絕代講述了19世紀清末文初 名記蔡金花的故事 朴朔迷你的一生在中國歷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個傳奇 劉曉慶在當日舉行的媒體見面會上表示 非常期待來到美國演出 風華絕代創造了很多奇蹟 目前演出142場 儘管國內現在畫劇市場並不是很好 但風華絕代卻是奇蹟那麼好 演出場場爆滿、好評如潮 59歲的劉曉慶曾經主演《小花》及《芙蓉鎮》等等電影 今次是他藝術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演出舞台畫劇 天津人民藝術院院院長中海表示 一部畫劇靠純粹的商業運作在一年之內演出百場是非常難得 中海介紹 風華絕代是專門為劉曉慶打造的優秀畫劇作品 《寶金花》在中國駕魚護曉 清末文初的時候 他救國的形象和傳奇的故事在百姓中廣為傳眾 《寶金花》的故事在30年代有過幾個版本 該劇是全新創作的劇目 獲得了很好的社會評價和商業價值 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文化參讚 《車兆》和劉曉慶和表演團體表示歡迎 希望中國的優秀作品能夠更多以市場運作模式來到美國 他的粉絲來看都要清德老師演出 盛馬利諾市議員宣國泰 和蒙特利爾公園市代表劉達強 向劉曉慶預祝表演成功 並頒發獎狀 天雅維視記者孟子民採訪報導